阿 正式的 原來同時滅掉的時候 我反而 我還算是贏的 贏的狀態 驚奇閃電 驚奇閃電 可惜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機會 但是 終有一天會的 WTF 這一台又出現了 這一台 不一樣好不好 上一次那個是Sweetie Belle 這一次這個是 Apple Bloom 怎麼你的還是Sweetie Belle 一樣耶 怎麼你的還是Sweetie Belle 那是隨機營的嗎 出現了 這一台是 這一台是 就是你剛剛說的嗎 還是 蛤 它什麼顏色 橘色的 Apple Bloom Apple Bloom 蘋果花 那個 Apple Jack的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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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奇怪的樣子應該差很多才對阿 不對不對 這是小雞 Apple不認識 是黃色吧 黃色那一隻吧 對對對 黃色那一隻 哇這樣兩隻都出來了 還差一隻阿 唉唷 還是一樣啊 Apple Bloom變得很邪惡耶 天啊 看他的眼神 還有他的那個 都會擺一副浩呆一樣 所以這一關是可愛標誌的軍團 啊 這一關是可愛標誌的軍團 哇 超爽的阿 天啊 看到他那個 掛掉之前都會 都會擺一副浩呆一樣 真的是 不忍心看他們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做著就是這樣製作的 唉呀 終極點就在這裡 真是的 唉呀 直接掉下來還是怎樣 喔 三人合體出現了 救命啦 這才是真的可愛軍團 哇 我的天啊 我要被假扁了 金剛合體戰神 哇塞 哇塞 天啊 這 這個 這個難對付了 天啊 這要怎麼打啊 我一上來就沒時間 他會直接 直接來夾我 你這個應該要用RD的會比較好用 會比較好故意 這樣夠賤了吧 這樣夠賤了吧 比賤還要賤 你要再賤一點 看來用說的太難理解了 等一下 那個我發現他 等一下 以前是說的 你用實機操作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嗯嗯嗯嗯 我超緊張的 不要 拜託 不要 啊 啊 對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覺得 用了一些道具這樣才能 緩衝我那個 血被扣完的時間 可怕標誌 終於 是可愛標誌 可愛標誌 PP攻擊有用嗎 呃 在用角度下 我覺得PP的技能比較好 因為他是直接飄上 而且我終於要到 威迪博士的 秘密基地了 啊秘密場所 威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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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破六隻小馬後都能選 還可以再破六輪喔 靈魂跟 跟黑暗靈魂 跟小馬在我們下一隻的 已經排定在我們下一次的實況當中 有了有了有了 終於 SCPPINKY牌的出份 我會再跟實況主討論 好我一開始就來用用看 這樣行不行 哇最終魔王總是會有三個階段會出來 總是要打三個階段超麻煩的 直接爆開來 威低波是現身啦 可惡 只能跳到正中央嗎 NO 切 好啦接下來這個第二階段的話 我要 我得趕快 記取他的規律才行 其實其實很簡單嘛 只要這樣而已啊 G2階段節奏斷掉 然後就稍微往 前讓球這個身貨爆掉後再回去 DCX有各種各種的各種公園 唉唷我現在正在 呵呵呵呵 喔 第一階投降了嗎 他投降了嗎 他要投降了嗎 可想而知 他 欸 他投降了 第二階段就這樣結束了 真的嗎 呵呵呵 唉唷 突然間 什麼 我想說怎麼會 剛剛不是有人那個 呵呵呵呵 什麼 你 你不覺得 欸 欸 你覺得這樣就結束了嗎 他這樣說 欸對就是這樣 我會永遠等著啊 穿著長 來了來了來了 喔 這裡 這裡根本就是 感覺就像整個大當機一樣 這有點 有點詭異耶 WTF 這嚇到我了 有沒有很驚豔的感覺 天啊 你知道這個 這個讓我感覺很像在玩那個 某種恐怖的東西 這是怎樣 這要我走迷宮還是怎樣 華麗 他不讓我過去啊 喔 原來是這樣 你還不會傷到耶 真是的 故意的 這是什麼關啊 破毒關 這是最後就是 FINE用的關卡 真的太惡搞了 WTF 上不去 我被卡住了嗎 喔 原來是下去 這關太惡搞了 天啊 這樣我 我哪知道 怎麼會突然 突然碰到刺 還是什麼的 啊 這個你只能靠你的感覺去過了 喔 我看到了 MegaPony的 的那個什麼 標題 就在這裡 啊 啊 SIT 這邊都不會扣血嘛 真是的 還浪費我的道具 看到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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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你不是覺得 你為什麼 你不是覺得 因為破毒的關係 所以讓你的血看起來好像沒口 是怎樣 不要嚇我 不要嚇我 哎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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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以為我真的爆掉了 哈哈 好像那個喔 這邊的刺不會死 他是合成獸啊 哦 他全身上就有好幾個東西合成出來的 原來如此 啊 what the fuck 終於可以雙雙打 滿滿的 他把自己 他把自己搞得跟希哥馬一樣 呵呵 脫棚了 哇 爛爆了 他的那個 哇 塞 要少看他喔 他的第二格竟然還是要用跳 啊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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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上攻攻擊方式比較像希哥嘛 真的 嗯 接地呢 呵呵呵 啊 臭敵耶 你的招式我已經看透了 可是我還是逃不掉 不知道為什麼 看透了不見得代表你會 天啊用第二罐簡直是 浪費 太浪費了 雖然有點賤 今天要第二跳才行 對啊要第二跳 可是我也跳不起來可惡 這六隻小馬終於 還以為他們是反派 他們是正派 只是一開始被控制住而已 一直都是正派 他吸取了他的彩虹精華 為什麼要吸收他們的日月精華 開始射出彩虹色液體 這樣好像有點怪怪的 哇彩虹能量 滴爺的人生就此黑白了 原來彩虹小馬才是最殘忍的 他把他的人生 從彩色變黑白 滴爺在幹一片問題 滴爺在幹一片問題 你看滴爺他只是 他只是個發癲的老頭而已 我們這幾隻年輕小馬欺負他一個 欺負他一個老頭 你想說根本霸凌 你們要不要讓他關台啊 什麼 竟然有這種 竟然有這種副實況 嘿開玩笑 等一下找你覺得我發了 他們覺得OK的 他們OK啦他們OK啦 各位觀眾們 那我們下次就再見啦 有機會 我MegaPony的正統方式 就先破到這邊 應該說MegaPony 就正式破到這裡為止 哇下一次我們 將會開始 進行 彩虹小馬格鬥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 有想要推薦的遊戲 或者是想要推薦什麼東西的話 歡迎來到 實況主的 FB Facebook 或者是直接找我聯絡 我可以待會轉答 呃 Pony部分主要是找你啦 可是 有其他遊戲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的YouTube那邊 去搜尋一下 他喜歡的就定個月這樣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實況主請訂閱 那因為 彩虹小馬部分主要是找這位SL SL你在那邊留言一下 就我啊 就你啊 就你啊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我們就先到這邊了欸 掰掰 掰掰